吉安乡公所18号上午办理了111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借由书面审查社区简报展示出社区结构特色 而乡长游淑珍表示希望能够借由评鉴指标 协助各社区做好技巧管理促进整体发展 并透过互相交流达到教学乡长的效益 吉安乡公所为了强化社区福利服务功能 18号上午特别在乡公所二楼清明堂举办了111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邀请到三位专家学者担任评鉴委员 针对社区会晤财政管理及三项业务评鉴主题等类别进行评鉴 今天是我们的评鉴会议以及互相观摩学习的这样的活动 希望前期我们共学共同发现创意 以及业务互相学习精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谢谢我们的评选委员来自于全国的委员 给我们更多的极致广益跟我们的指导 所以在这里 吉安乡参联了109年110年业务的双料冠军 我们相信这对一再再的给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更多的认同也更精进的鼓励的方向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评鉴互相学习能带来未来社区更多的创意 以及延展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学习观摩的执行力量 近年参加乡内评鉴的社区包含有宜昌、泰昌、光华、庆丰、南昌、甘城、永安等7个社区 各个是出18班舞异透过实际作品搭配简报说明 展现出社区的优异亮点 而经过一天的评鉴成绩结果出炉 第一名是永安社区 第二名是宜昌社区 第三名则是甘城社区 游淑珍表示 一个社区的质感除了透过文化延伸 还要靠社区发展协会与公部门的共同协力 透过乡内评鉴的方式更可以让各社区相互观摩学习 促进彼此共同进步 记者许丽琴 今天相报导